相机拍的素材如何才能得到手机上那种花样很多的美颜效果呢?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探索 各位好,欢迎回到麦科技,我是美颜都拯救不了颜值的张帅博 感谢英特尔对本期视频的支持 今天演示使用的是经过英特尔Evo认证的华为MateBook 14s笔记本 英特尔Evo认证是英特尔工程师基于咱们日常使用环境对笔记本进行测试 其中测试项目达到了200多项 确保笔记本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满足咱们用户的需求 通过Evo认证的笔记本会拥有超快的唤醒能力 更长时间的续航,更快的充电速度,充足的扩展性 以及对于WiFi的支持等等 待会我会介绍更多关于Evo认证的细节 说回到视频美颜,手机上支持美颜的APP很多 美颜的花样绝对能让你挑花言 但是大部分的美颜APP只支持720P的视频拍摄 在电脑上视频美颜呢 支持的分辨率高 但是像Beautybox这类插件是由国外的开发者开发 他们很难理解国内像所有人中去法令文 开眼角这类定制化的美颜需求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了吗 第一种最基础成本最低的视频美颜方法 下载免费的剪映专业版 选中素材以后 右上角有磨皮加瘦脸两个选项 瘦脸功能很直观 诶 出效果了 磨皮需要注意 这个磨皮命令不只是针对脸部 它是一个全局的调整 注意看衣服上的细节也被磨掉了 我的建议是导出以后呢 在PRG的软件里画个遮照 只保留人物头部的磨皮画面 这台英特尔Evo认证的华为MateBook 14s笔记本 拥有搭载Rage XE显卡的第11代酷热处理器 AI性能的加持在处理视频的美颜时 可以达到更高的效率 第二种视频美颜的方法 来源于我之前在做相机直播时候的尝试 相机的信号在经过采集卡 传输到电脑上以后 在直播摄像头的属性里 有很多美颜的选项 咱们可以使用这个美颜功能 我详细设置一下 现在是在直播伴侣这个软件里面 点加号 摄像头 选择采集卡的信号 我这里用的是CAMLINK 4K采集卡 格式选1080p 30fps 色彩空间709 色彩范围全部 在美颜设置里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在这16个选项里面选 咱们试一下顶配 把所有选项拉满 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不要过来啊 滤镜设置呢 强烈建议打开 能显著改善相机支出的画面 然后在直播设置里 分辨率码率选最高 视频编码 我这里勾选 英特尔H64硬编 这样能充分利用 这台Matebook 14s里 英特尔锐具XG显卡的硬件加速 结合英特尔第11代 酷尔处理器 最高4.8GHz的锐频频率 接下来只用点录制 咱们可以得到实时的视频美颜画面 除了直播伴侣 直播机这个软件 也允许用户实时的进行视频美颜 新建摄像头以后 直播机的美颜设置 从基础美颜 脸型 眼部 鼻部和其他细节 五个方面 总共24个可以调节的选项 肯定能让小姐姐满意 129的视频设置里 还是把配置拉满 1080P 14的码率 帧率按自己的设定选 密码器这里 我还是选硬件解码 英特尔性能平衡选高画质 然后就可以点击录制了 使用直播软件的视频美颜流程 美颜选项多 但是分辨率限制 只有1080P 而且最高码率 有可能不符合 你对画质的要求 画面上这些呢 都是我录制的画面 各位觉得画质怎么样 在直播软件里面的美颜流程 特别适合拍一些 固定场景的长视频 相机一边在录制 一边输出一个HDMI信号 给到电脑进行美颜 拍活动或者是会议 特别好用 坐着 好 为了测试这台MateBook 14S笔记本 在室外录制美颜视频时的续航 我带着它来到了外边 因为这台笔记本 在英特尔EVO认证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 它有着EVO认证笔记本的一些特点 比如超快的唤醒 至少9个小时的室外常规使用续航 半个小时充电 共4个小时使用的超级快充等等 华为MateBook 14S在室外最爽的我觉得是不用带鼠标 这块2.5K 90Hz刷新率的屏幕是支持触摸的 特别是英特尔和微软展开了一系列深入合作以后 英特尔处理器在硬化过操作体验的Win11上操作起来更流畅 不像咱们平时浏览浏览网页看看视频 在室外实时的录制一些美颜视频 它对算力的要求会更高 我在室外用直播机的软件测试 美颜打开15个以上的调整 1080P的画质加滤镜 最高14000的码率录制 这台华为MateBook 14S笔记本的续航 大概能坚持2个小时10分钟左右 视频大小是13多个G 你可能也发现了 前面的直播软件里的操作是实施美颜 那咱们已经拍完的素材 能不能导入到直播软件里呢 我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首先呢咱们下载OBS这个免费软件 在来源的位置加一个媒体员 点循环点启用硬件解码 现在视频会在画面上一直循环播放 在设置菜单里 把输出的参数和画布的分辨率还是调到最高 然后非常关键的一步 右下角有一个启用虚拟摄像机 点开这个按钮以后 在直播软件里 咱们可以选择OBS虚拟摄像头 等于说用OBS迷惑了一下直播软件 让直播软件把普通视频 当作采集卡的摄像头信号处理 然后按照刚才的操作点录制 录一遍保存 视频每年就完成了 多段素材的话就重复刚才的操作 用OBS虚拟摄像头 加直播软件的美颜处理流程 特别适合处理视频 时长长 对画质要求没那么高的素材 要想在剪辑软件里 获得高质量的视频美颜 我推荐用达文奇内置的面部修饰插件 在达文奇的调查界面 右上角有个FX效果 选择面部修饰 点分析面部 追踪结束以后 可以调整眼部 唇部腮红等等 总计20多个选项 这部分网上较证很多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另外处理多设备拍摄 时长长的素材时 我们就有了多设备传输的需求 这时英特尔Evo认证笔记本搭载的雷电4接口 就可以用上了 它可以兼容市面上 比如USB PD DP等主流接口 而且传输速度可以达到40Gbps 非常实用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求点赞 求评论 求转发 求收藏 咱们下期视频见